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 財源廣進的節目 這要讓先祝大家端午佳節愉快 有四天連假 那有空多出去走走 那當然因為這個禮拜 因為有端午的連假 所以整個指數會讓你看到 好像有一點賣壓 好像這個盤買盤又縮手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到一個問題 你注意看 指數雖然讓你看到 因為連假的效應 可是整個指數它底部越電越高 有沒有 那你整個台北股市前面的高點 11771 其實相差不了多少 頂多百點左右 那至於這個盤 它到底有沒有機會再往上攻 那到底這個盤7月份 到底有沒有機會 好各位我們先來看一個重點 我們到底來看一下 到底現在這個環境下面 整個全球股市或整個資金面 它到底怎麼動 那我們再去研判 你台北股市到底7月份 會不會繼續攻好不好 我們仔細看這個東西 昨天 歐洲跟美國都公佈了 PMI的指數 所謂PMI指數就是 採購經理人的指數 在股票市場裡面算是一個領先指標 也就是說它這個指數 如果說佔上50代表說景氣不錯 如果說景氣跌過50代表說景氣是衰退 那我們來看數據 歐元區的中和採購經理人指數 6月份原本預計是42.4 結果昨天公佈出來是47.5 那這47.5是什麼意思 你注意看 在肺炎的背景之下 那時候4月份的時候 它跌到13.6 大家嚇一跳 怎麼搞得經濟差成這個樣子 然後到了5月份的時候 也只有31.9 那原本預計 到6月份的時候應該42.4 結果跳到47.5 有沒有快接近50了 那可見了說 近期因為肺炎的關係 很多國家之前就是比較封閉 那現在稍微有點解封 那你知道稍微有點解封 整個PMI的指數 就回到47.5 快接近50 那這會讓市場聯想一個重點 在哪裡 就是說如果這經濟能夠再 稍微再開放一下 應該就上50了 那這會讓市場聯想說 這個經濟會不會有機會走什麼 V型反轉 所以呢 如果從股市的表現來看 你就會發現到 昨天的歐洲股市 德國股市漲了2%多 近期漲多整理之後呢 它現在已經突破 這個地方整理盤的盤局嘛 對不對 好那各位 那更不用講 美國高科技股呢 它再創歷史新高 好 歐美股市沒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來看亞洲股市 那亞洲股市怎麼表現 你注意看 亞洲股市先過前高的是上海股市嘛 對吧 好那再來呢 跟台股呢結構比較雷同的 比方說南韓股市今天大漲 有沒有 漲多之後整理呢 今天已經過了盤整局嘛 對吧 好那各位你想想看 當歐美股市都在漲 那亞洲股市也在漲 我問你啊 你說台北股市不會漲 怎麼可能 全球股市都在漲嘛 那你台北股市也會跟著動嘛 可是呢對台股上漲 最大的利多在哪裡 在籌碼面 你注意看哦 今天整個新來幣會率 在創新高 這將近創兩年以來的新高啊 這代表著說 你現在熱錢是跑進來 當你熱錢跑進來 當然有機會去推升股市啊 而且來到7月份的時候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有沒有 你注意看哦 最近你有沒有發現到 整個市場空單怎麼都在回補 有沒有 你把它縮小一下 最近都在回補嘛 現在幾張 大概是79.9萬張 算80萬張好了 有沒有 因為在6月上旬之後啊 全上市上櫃 大概1700多家的公司啊 從6月上旬之後呢 要開始召開什麼 就是要除權除息嘛 然後呢7月份呢 是最集中的 一直延到8月份 那這裡預告的什麼 就是說你現在這些空單啊 全部都是要回補 全部都是要回補 當它全部都要回補的時候呢 對股市它會有一個推升的力道 尤其今年的股息配出來之後啊 是1.37億 有意思是史上第三高 所以錢沒有問題啊 所以當你國際股市在漲 然後呢 當你整個市場目前面臨到 除權息的關係 你空單要回補 所以咧 我今天在那個盤中啊 我今天在盤中這個 Light Edge裡面啊 我10點鐘左右 我有錄一個影音嘛 我跟大家去盤中 植息時的解盤跟分析嘛 那時候我就跟他說啊 7月份的盤啊 它是屬於軋空攻擊盤 所以呢我在上個禮拜 就有跟他說過啊 台股下一波的攻擊時間連 它會落在 7月初7月上旬附近 因為目前從整個國際股市 跟致敬面來看 外資這個地方的買盤 還會延續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7月中 期貨結算 還要拉高結算 所以咧 台北股市還要繼續攻 還要繼續攻 好重點來了 既然要繼續攻 要買什麼股票 最近因為端午假期之前 可能很多人不敢買 可是我跟各位說過 這個盤 如果說你從整個大環境來看 不管國際股市 或者是從匯率的表現 或從籌碼的表現 台股沒有讓你看到空方的疑慮 漲多休息是休息啊 但是呢底部越墊越高嘛 對不對 但是你7月份下個禮拜 端午假期之後呢 台股就即將要準備去挑戰前高嘛 那到底這個盤 要動什麼樣的股票 到底這個盤 你要買什麼股票 它才能夠上得去 好那各位 其實這個重點 我在昨天已經跟你講了很清楚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 後面會動什麼樣的個股 那這會影響到整個指數 到底是不是能夠走攻擊 那什麼樣的個股有機會 好看完這段VCR 好我們直接再來做解說 好不好 我昨天到底怎麼跟你說的 導播請播VCR 謝謝 我建議我建議你啦 你乾脆去買2317的鴻海 真的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你乾脆就去買2317的鴻海 為什麼我們仔細來看 2317的鴻海 今天召開股東會 朋友 他在去年的時候 他賺了EPS18塊3 也就是說他去年賺8塊多 他是史上應該說這三年來的新高 當他有這樣的獲利的時候 你仔細看 他現在本益比說 只有11倍 對不對 那我之前怎麼跟你說 當整個高價股漲上來之後 他會去帶動什麼 比價跟輪漲的效應 當你看到郁金光的股價 當時從本益比只有17倍 到現在為止飆升到23倍之上 那代表著說 你郁金光都能夠上去 那為什麼本益比只有十幾塊 又有賺錢的公司他上不去 所以呢 整個7月份 台北股市這個地方 要怎麼再往上攻 你一定要有全職的個股來帶 否則怎麼上得去 對不對 那你全職的個股要漲什麼 這人就跟你講啦 就去漲那個 本益比大概只有10倍左右 而且還在第一檔的股票 而且鴻海這檔個股 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 股價4月份以來 他就在走一個比較區間擴底 但是那個底部呢 已經慢慢的有突破了 好 今天已經出量了嘛 上來了嘛 那他到底會不會漲 好 會不會漲 很多人他這個時間 也不知道買什麼股票 那我昨天就跟你講嘛 你就去買鴻海就好啦 那鴻海會不會漲 好 那各位仔細看 今天鴻海大長 有沒有 好 為什麼他會大長 之前我們在節目裡面 一直跟他說 你可以從 比價的效應裡面 去抓輪動 什麼叫做比價的效應 各位我們再仔細看 什麼叫比價效應 當初在6月份 6月初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講過說 這個盤因為當初的5月份 指數是不是都橫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很多人跟你說做頭了 這不會漲 可是那時候我就跟各位講 4 5月份這個地方 指數不動的原因是因為 漲升劑嘛 那你指數要動呢 你一定要動什麼 有全值的股票 所以那時候我跟你說 電子股要來了 可是你電子類股的 攻擊的指標在哪裡 各位 你想想看 5月底6月初的時候 我跟你講玉金光嘛 495塊 那時候本益比只有17倍啊 好 當時你跟著我們操作的 或你看節目你跟著做的 我跟你講你都大賺了 因為當時你買進去之後呢 你買在一個低檔區 因為他隔天 他開始工漲停 工漲停之後再創新高 這樣已經85了 創新高之後呢 還在創新高 還在創新高 而且創新高完還在工漲停 同時你仔細看喔 到今天為止 整個玉金光的股價 讓你看到 再創波段新高 6月份那時候指數為什麼會動 因為我說指標股在這裡啊 所以495塊叫你買 結果呢這一拉起來 到今天為止 這一段已經超過 已經199了 快200塊 比如說一張快賺20萬 好 那當然可能玉金光的股價 對你而言可能比較高 好那沒有關係 我說從比價的效應裡面 我們再去抓輪斗 什麼叫比價的效應 當初玉金光在495塊 我跟你說它的本益比只有17倍 那你這一拉高起來已經快24倍了 所以我就說那有些賺錢的公司 你玉金光那個人拉得那麼高 我公司有賺錢 我本益比只有10倍 為什麼上不去對不對 好所以我這次研究跟會說了 這個盤你現在去抓的是市場的輪動 那什麼叫輪斗 不說他大漲的時候在叫你買 還在低檔的時候 我就直接跟你講 所以我昨天就跟他講了 7月份的盤為什麼還要上去 因為你從比價輪動的效應裡面來看 有些股票還沒動 那結果要動什麼股票 結果今天鴻海是不是大漲 有沒有 今天才剛突破盤局出現大漲 可是你今天看我的節目你賺得到錢 為什麼 因為我昨天就跟你講了 你去買鴻海 你不知道買什麼的 與其你亂追的去買糕點的 你不如乾脆去買鴻海 有沒有 好你是我會員的 我就昨天就講了 2317鴻海 是7月份台股撐盤的指標 所以我說建議大概80塊附近 你就進去買 當你一買完 今天大漲 這代表著什麼 你做教成功 而且昨天 盤中10點鐘左右的時候 我在這個Line Ads裡面 我用YouTube跟你解盤 跟你講個股 我就告訴你 你就去買鴻海 昨天的盤中節目 我也告訴你 你就去買鴻海 昨天的盤後 我也告訴你 你就去買鴻海 同志沒有 結果金鴻海大漲 好那你想想看 當金鴻海能夠漲得起來的時候 同志沒有 端午假期之前底部越墊越高嘛 那指數有沒有機會去過前高 那你想想看嘛 當鴻海都能夠漲得上去 而且前兩天啊 蘋果召開那個全球的會議啊 他未來的晶片要用自己的 自己的啊 那結果呢 台積電是最受惠的啊 那如果說你再從整個蘋果的股價來看 你去看 蘋果股價在創新高 那我問你啊 鴻海會不會繼續再漲 會吧 那鴻海會漲 台積電也會漲 那我問你啊 台北股市有沒有機會過前高 有啊 所以我說7月份 因為正好是除權除息的旺季 你所有空單要補 所以你這邊做空你賺不到錢 你只有被嘎的份 所以呢 7月份是屬於嘎空攻擊盤的 道理就在這地方 那如果說你能夠把盤式解釋清楚 你就知道要買什麼了嘛 所以你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就跟他講啊 昨天就跟你講鴻海嘛 今天開始大漲起來 如果說你時間給我早一點的話 當初你資金比較大的 495塊跟你講的郁金光 今天也是在創新高啊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輪動 他才剛開始 可是如果說這個盤 因為假期你不做 我就覺得蠻可惜的啦 因為這個盤很多個股 這地方啊 他正在醞釀要攻擊的時刻 為什麼 只說讓你看到越墊越高 而且量的呢 像今天量的都已經開始 慢慢都已經有2000左右了 那可見的說 這個盤在這個時間點 已經有人在偷吃 那既然有人在偷吃呢 你要趕快跟著去做進場 好 那當然因為端午假期期間 你要買也來不及了啦 不過沒有關係啦 下個禮拜開始呢 因為7月份是屬於嘎空攻擊盤 老實講要好好把握住喔 那當然你會說 老師那到底後面 還有什麼樣的個股要漲 好 沒關係 待會兒我慢慢帶來跟你做解 那如果說你已經錯失了 這種能夠讓你一個大波段 大漲的機會 不管是玉金光 或者是昨天跟你講的紅海 今天你已經坐在較上了 後面就是等著賺 後面你就是等著賺 你沒有追的疑慮 那後面的個股要怎麼去抓輪動 這個重點呢 待會兒我再跟大家做解說 好不好 那既然你看我們的節目 都能夠賺得到錢 你跟著做我要讓你賺更多 因為當你高價的個股已經動起來了 現在那種比較屬於那種次高價的 像那本益比大概十倍的 紅海也動起來了 接下來中低價的個股要飆翻天 所以呢 掌握不到股票的 很歡迎各位 端午節我們有一個感恩回饋 你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待會兒我們就來看 接下來後面還有什麼樣 輪動型的個股 或者是你比資金比較小的 到底要動什麼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明年 出來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 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 不再旺鼓欣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 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第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運達投顧 當午午午 反應熱烈 再推升級回饋 過天荒 只要午發財 感恩回饋 當午最後一波 僅此一次 錯過今年 再等明年 出來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來到現場 這邊還是祝大家 端午夾節愉快 因為端午節效應的關係 延價的關係 可能市場上很多人 不敢進場買 或者是還在觀望 可是我們跟各位講過 就算你在觀望 指數也是越定越高 那現在離前高只差一點點 就大概100點左右了 那我們在上個禮拜 就跟大家講說 這個盤的攻擊時間 會落在7月初 跟7月上旬這地方 因為7月15號的期貨結算 外資是要拉高的 為什麼 因為昨天所公佈出來的 歐美的PMI指數 它並沒有離50很遠 之前因為肺炎的關係 其實4月份的時候 還跌到13.6 嚇死人了 怎麼搞這經濟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結果稍微解封呢 現在6月份已經來到47.5 已經快接近50 那市場一定會想 我再稍微開放一點 不要一下全部開放 我再開放一點 這個經濟照理說 應該有機會走B型翻轉 所以呢 你會發現 歐洲股市的德國反而克服指數 昨天漲2%多 現在已經過平盤了 漲多休息之後 已經開始上去了 南安股市也是一樣 今天也過盤整區了 那你中國股市 都已經創新 都已經創進級新高了 所以你說台北股市這裡要跌 不合理 不合理 重點是 很多人會想 指數已經漲3000點 我現在怎麼買 到底我要怎麼去做股票 這地方我會不會去追高 那各位 我這幾天有跟各位 講過一個重點 我說 你現在買股票你要怎麼買 買在這裡 還是要買在這裡 如果你買在這裡 當然是希望說股價能夠再創新高 對不對 好 那可是你買在這裡 如果股價沒有創新高怎麼辦 你不要去結最後一棒 什麼叫結最後一棒 各位我們仔細看 今天那盤 其實呢 在整個端午假期之前的最後一天 你有沒有發現到 電子洞嘛 可是生意跌2%多嘛 對不對 好那各位 當初我怎麼跟你說的 當初的生計股 我在4月份的時候 比方說台康升 那時候在4月6號4月10號 這地方啊 29塊730塊3附近 我就叫你買 結果一個波段起來 大漲9成 有沒有 那我當時跟你講啊 你買在這裡 你大漲9成 你就不用追啊 有什麼好追的 你最近會去買生計的人呢 幾乎是前面沒有賺到 沒有做到 所以你注意看 到今天為止你注意看 這個位置去叫你買 然後呢 拉高之後呢 這地方叫你賣嘛 那你想想看嘛 整個5 6月份的時候呢 他有離我們當初的賣點 有漲很多嗎 沒有嘛 對不對 你看他這地方買嘛 啊這一段呢 是9成嘛 那你這一段呢 你已經賺了9成 那這一段也沒有讓你看到大漲 結果你買進去的人 到現在為止呢 你看這一下來 不要接最後一棒 再舉例來說 當初的泰府也是一樣啊 4月22號這地方買嘛 這一段的過程裡面是6成 你看啊 這地方買啊 當初這一段 叫你賣 這段6成 啊現在有讓你看到說 欸漲很多嗎 突破我們之前的賣點很多嗎 沒有啊 幾乎沒有動嘛 對不對 啊有動的股票呢 比方說自己 5月18號叫你買 這段飆了35% 你看喔 我都是低檔叫你買 沒有說叫你去追 那你注意看 好 最近有沒有高點 有啊 上個禮拜有高點啊 結果又打下來 當初你跟我做 是做這一段嘛 對不對 好啦 就算有高點 可是也不是叫你去追的 所以為什麼在這段期間裡面 很多人會去做生計 因為你四五月份 你沒有做到 你認為說啊五六月份 這六月份 趕快再去追看看 看能不能再往上溝 可是到現在為止 你會發現到 很多生計的個股 反而是跌下來的 所以我當初就跟他講啊 你現在買股票你要怎麼買 你要買在這裡的股票 還是要買在這裡 當你的生計去追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建議你啊 啊你乾脆 你把資金去買鴻海就好啦 昨天我就跟你講啊 你不知道做什麼 你就去買鴻海嘛 結果今天鴻海大漲啊 啊你跟著我們做 低檔的時候先去買 買完之後建議漲起來 你坐在轎上 對吧 好 那如果你資金大一點了 之前的郁金光 到今天也是創新高 漲了190塊 那你資金小一點怎麼辦 好沒有關係 最近我叫你買什麼股票 比方說上禮拜五 叫你去買傳奇 傳奇買完之後呢 隔天掌停板 不用追 不用追 好因為他一根紅棒就起來了嘛 你在過景線之前你先買 然後呢 昨天休息一下 今天讓你看到啊 還是在創高啊 所以你買在這個位置區的時候 中間的洗牌 你不會被洗出去 你可以穩穩當當的去鑽他這一段 舉例來說啦 再舉例來看 6月16號的時候我跟你講 有一檔個股叫彎腰減鑽石 我說產品涉及5G車用光學跟醫學感測 對不對 他原本上去像回測景線 我說這裡是最好的買點 那時候跟你講8028的聲揚半 有低點叫你買 不用去追 結果呢近期也讓你看到啊 欸他就真的上來了嘛 有沒有是不是上來了 所以你在第一檔先買嘛 那這樣的做法跟我們之前做法都一致啊 你想想看啊 當初12倍的微軟76塊6 我借你進場去嘛 結果你會發現啊 欸買完之後呢 他真的是大漲一段 漲了三成嘛 那現在我們在布局的個股呢 就是為了這個盤 在7月份要走攻擊的那一段 你要先去卡位啊 所以我這幾天一直跟你講說 你不要去追那個已經漲很多的啦 追到那個股票很麻煩 接最後一棒怎麼辦 那你現在你反過來 你把那個資金去移轉到什麼 還在低檔的股票 你想想看嘛 當初我們做生技的模式也是一樣啊 都是低檔買啊 沒有說已經漲一段叫你去追嘛 那你這幾天你去追生技的 我問你啊 那你乾脆去買鴻海就好啦 鴻海這次一天一直要往上攻嘛 那你台北股市在這個時間點 你想想看啊 7月份要走攻擊 他一定還有全職的客戶來帶啊 而且呢我們剛才看到嘛 蘋果的股價是創新高啊 那你想想看嘛 那做代工的鴻海不會動 怎麼可能 他現在本一比也只有11倍啊 所以為什麼我昨天就跟你講 你不知道買什麼 你就去買鴻海 從比你這幾天去追高來的好 對吧好那可是重點是 這些個股如果說你都還沒有跟上 或者說你會說 老師我資金比較小怎麼辦 那各位不用急啦 因為當你高價的個股一動起來 現在已經推展到中高價的個股 那你整個7月份還是走攻擊盤 你這個攻擊盤 一定要有全職的個股來帶 所以呢 鴻海已經表態了嘛 對不對 好當鴻海表態之後呢 指數還要再衝高的時候 那接下來中低價的個股 就會開始噼里啪啦往上攻 那到底你要怎麼去介入到 中低價股後面的輪動 好這兩天 我怎麼跟你說 這檔個股 我前兩天跟你講 去年年增六倍吧 獲利年增六倍 它也是低股價淨值比啊 而且外資已經開始在這地方 開始進場去買 所以我說你資金比較小 你就做這一檔 好你就跟著做就對了啦 結果呢你仔細看 這兩天已經開始出量上來 有沒有 前兩天跟你講的時候還沒有上去啊 這兩天已經上來了嘛 那代表著說你第一檔跟著我們做 你現在呢又是做教成功 所以這樣的一個操作模式 才能夠讓你 當整個指數已經漲了3000點 看起來漲很多 問題是他7月份還在供啊 如果你現在7月份 還有79萬多張的空單嘛 那你這些空單呢 因為除全息的關係啊 你不補也不行啊 你做空現在是賺不到啊 更何況一堆股票往上供 所以呢 有些好的股票 在低檔起來的股票 你要先提早先去卡位好不好 那下一檔 下一檔下個禮拜 是這種本益比10倍 要快速攻擊的股票 這種是讓你彎腰減鑽石 讓你去做低接的好不好 那如果說不知道該怎麼操作的 或者是手上的持股 不知道到底是買在高檔還是低檔 到底還會不會漲 好沒有關係 你可以打電話進來做詢問好不好 你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很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你看節目都能夠賺得到錢 你跟著做我要讓你賺更多 好好把握7月份 台股軋空攻擊盤 那後面的輪動 我一檔一檔抓給你好不好 那歡迎你加入這個感恩回饋 端午節的計劃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我們禮拜一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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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